各位b真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长时间没有做室内外建筑拍摄的节目了 对于这种静态的建筑空间题材呢 由于很难使用人造光源来补光 基本上完全依赖自然光拍摄 需要应付各种大光比的场景 那么对于相机的CMOS的动态范围呢 就会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呢这回我就专门使用动态范围上广受批评的佳能6D2来拍摄 来看一下其是否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的拍摄任务 本次使用的镜头呢是佳能的大灯泡超广角 EF11到24毫米F4A2 这颗镜头呢实现了11毫米的超级光角 而一般的超广角镜头呢最多只有18或者是16毫米 别看只是少了几毫米而已 因为呢超广角镜头一毫米的差距都非常的巨大 所以呢通过照片可以看得出来 即使在很近的距离拍摄也可以获得非常夸张 非常宽广的视角 11毫米的超广角所提供的超大视角是有好处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之前的拍摄原片和最终的照片呢有调整过透视 因为呢我们的拍摄的位置都比较低 所以向上仰拍的时候呢必然会因为超广角的透视效果产生倾斜变形 方形的楼呢在画面中都会变成梯形并且向后倾倒 这在建筑摄影当中是非常大的忌讳 一般比较专业的情况下呢都是使用可以移柔的镜头拍摄 在前期呢就校正透视 不过呢移柔镜头通常都比较昂贵 像我们这样的穷逼呢一般都是使用后期的手段来校正 后期校正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大量的剪裁画面 越是透视严重的情况下剪裁的越多 所以呢透过11毫米的超级广角呢就可以拍的非常的宽广 可以给后期提供更大的校正空间建材 这个镜头在实现了这么宽广的视角的基础上呢 其光圈最大也可以维持到F4 不过呢因为像这样的静态拍摄呢通常都不需要大光圈 所以呢基本上是缩到F8左右使用的 放大画面呢可以看到其素质非常的不错 不过这也是应该有的表现 因为呢这颗镜头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非常昂贵的 现在的售价呢也是将近两万块 所以呢这个镜头是由我们的赞助商 无优相机租赁提供的 如果想以很低的价格就租到这样顶级的器材呢 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咨询 当然用这么好的镜头拍摄建筑空间呢还是有点杀鸡用牛刀 像这样几千块的客单呢使用佳能APSE画幅的10到18STM就完全足够了 那我之前也有专门使用过这颗镜头来拍摄室内空间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这个视频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三脚架呢是猎龙的LTS3 这个在我之前的节目呢也有介绍 很多朋友呢都会咨询我平时使用什么三脚架 那么这次拍摄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展示LTS3使用的情况 首先LTS3呢是碳纤维 像这样四处奔波的客单呢 更轻的装备可以降低出行的负担 带着不累 同时呢在我们调整拍摄角度四处移动的时候呢也更加轻松 这对于持续几乎一整天的拍摄来说呢 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但是呢重量轻不代表它质量差 11到24毫米F4这颗镜头呢还是非常重的 加上6D2的重量 LTS3呢完全可以支撑 尤其是对于这样多张静态拍摄呢 对于稳定性的要求很高 然后LTS3的云台呢有一个功能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就是呢可以直接旋转平台为纵向拍摄 这个功能呢对于像我这种需要快速转换纵向横向构图拍摄的场景呢是非常的便利的 不仅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还可以根本性的杜绝频繁的拆装相机可能引发的跌落意外 拍摄的现场呢我会比较频繁的调整视角 甚至会移动到一些角落或者是台阶上 LTS3呢拥有一个可以调整水平的球状结构 可以让我在移动到不平的地面以后不用俯下身子去调整三条腿的长度 也不用拆卸相机直接就可以微调水平 这也是一个可以极大的提升拍摄效率的设计 可能会有些朋友问啊你拍的有那么急吗 那有时候确实是需要的 像这次的拍摄呢因为正好赶上台风天 我们需要在下午5点前完成14个房间的拍摄任务 否则的话就赶不上船回家了 要困在岛上三天 猎龙呢LTS3呢这样的非常便利的设计 极大的缩短了我在不同视角之间切换所耽误的时间 非常顺利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 包括我们今天选择6D2进行拍摄 也主要是考虑到其拥有非常方便的翻转屏 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的构图 都可以快速的切换取景 以及可以直接的实时预览曝光 搭配的触摸屏呢也可以快速的选择对焦点 甚至可以让客户直接参考最终构图 等等各方面的优势 这些呢我在之前使用80D做实拍的节目呢 都已经讲过了 可以说6D2的每个特性呢 都可以为我节省大量的时间 所以呢整体的拍摄效率是非常高的 虽然6D2有这么多好处 但是总绕不开CMOS动态范围很差的问题 尤其是这种自然光室内空间拍摄 窗外和室内的光比非常的大 一次曝光保留高光 阴影拉起呢就会有非常多的噪点 保留阴影呢又会造成高光的丢失 所以这次全程拍摄呢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我都是连拍了三张 包围曝光以后后期合成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留非常亮的户外的细节 同时呢室内暗光的部分噪点也很低 使用这种方法呢 就可以有效的规避6D2动态范围很差的劣势 保证画面的质量 不过呢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 就需要保证三张画面尽量一致 后期合成呢才能对齐 像上次使用A722室内拍摄的话 因为机身和镜头呢都有防抖系统 所以呢手持拍摄的时候也是勉强可以的 但是呢这回11-24mmF4这颗镜头 以及6D2呢都没有防抖 所以呢手持拍摄的时候 就必然会产生弧片影响画质 所以这也是本次拍摄 使用三脚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上了三脚架以后呢 快门速度就可以肆无忌惮的降低 而允许ISO一直保持在100 同时呢也是可以使用F8这样更小的光圈 所以呢拍摄出来的画面的细节更好 解析力更高 噪点很低 此时如果使用手按快门的话 就会对相机造成震动 影响照片质量 通常拍摄呢我们是可以连接快门线的 远离相机操作 可以避免晃动 但是如果像我今天一不小心忘带了快门线呢 也是无所谓的 使用6D2内置的自拍定时功能 设置两秒的延时 当按下快门 手离开相机到真正快门落下 震动早已停止 同时如果拍摄面向窗户或者镜子的视角 自拍延时呢 也可以让你有足够的时间撤出反射范围 避免被尴尬的拍到 所以呢这个功能还是非常便利的 拍摄多张包围曝光呢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室内外设计的时候呢 一般色温都不同 室内的灯光和反光呢都比较暖 而室外的光线呢通常都偏冷 直接合成的话色温会显得很奇怪 拍摄三张不同曝光的照片呢 可以针对高光和阴影的部分 分别调整色温 统一画面的色调 一般来说呢室内空间都比较狭小 使用11毫米的超广角拍摄的话 会显得空间很宽敞 游客上网看图片找房子呢 也是比较喜欢看空间感好的照片 这样的话才能更吸引人预定 不过跟室外拍摄一样 室内呢也会由于超广角产生透视变形 这也是需要后期修正的 不过呢初学者一般分不清 什么是透视变形 什么是镜头积变 透视变形呢是由于光学的因素 广角镜头呢是不可避免的 产生画面拉伸的效果 而镜头积变呢 则是因为局限于镜头设计和工艺 所产生的内凹或者是外凸的画面变形 透视变形呢是无法通过后期校正消除的 只能够调整 而镜头的积变呢可以通过后期校正修复 这两个概念呢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不要搞混了 本次拍摄呢我也带了 insta360 ONE这个全景相机 目的呢主要是拍摄360度全景照片 如果做过室内设计 或者是房屋租赁的朋友呢一定知道 给客户看房的时候呢 都现在非常流行全景 而现在市面上 insta360应该是价格最便宜 使用最简单 效果最好的一种解决方案 实际上呢老板因为我能够提供全景照片的拍摄 还多付了我的钱 insta300 ONE的成本呢一次就回来了 然后呢我还带了大将的帽子 Mavic Pro无人机拍摄一些航拍的画面 不仅是显得比较专业 主要是因为呢无人机不受空间的约束 所以可以很轻松的从天上 或者是从人无法站立的海面上拍摄 拍摄的视角呢 通常一般人如果用手机的话 无法实现 会让照片呢显得更加的独特 客户满意的情况下呢 客单价就可以再多报一些 目的呢其实是跟insta360一样的 我今次使用的是Mavic一代 它可以垂直旋转镜头的功能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有时候我们拍摄高大建筑屋的时候 纵向的构图呢也更显宏伟 所以这也是我买了Mavic 2 Pro以后呢 还保留了一代机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可以看到 我使用Mavic Pro拍摄时 也是使用包围曝光 连拍了五张照片 目的一样也是为了 可以通过后期合成增加动态范围 保留这种大光比场景 高光和阴影的细节 因为无人机本身就带三轴云台 其效果呢跟在三角架上差不多 所以合成的时候呢 也不会出现对齐的问题 Mavic Pro的镜头视野范围呢是28毫米 所以呢其实并不是非常宽广 如果想要拍摄超广角视野的照片 可以使用全景拼接来完成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看起来非常的壮观 不过不管用什么无人机啊 飞行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安全 像这边呢 其实天上的电线非常的多 再好的必让系统呢 也很难发现和躲避 所以呢飞行的时候 多用肉眼去观察 小心的移动位置 不然掉到海里了 买什么care都没得救 只能够像个屌丝一样的 去抱怨大江的售后不好 完成所有广角的拍摄以后呢 我又换上了40毫米f2.8stm 这颗镜头 看过我节目的朋友们呢 应该都知道 我对于这颗镜头的评价非常好 不光是体积非常小巧 携带方便 而且画质很棒 光圈也足够用 加上6d2的翻转屏 触摸屏使用起来很便利 从下到上拍一遍呢 也就花了20来分钟 拍摄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当然我为了提高拍摄的效率啊 所以说我没有使用三脚架 其实呢 也是因为时间快来不及了 此时就不能使用 连拍三张包围曝光的方法 全靠6d2动态范围硬扛大光笔 那么在一些后期需要拉曝光的 阴影部分的时候呢 给很明显的看得到 大量的噪点 好在这种小景图呢 客户其实并不是非常在意 但是呢 这也暴露了6d2在大光笔 场景下的非常大的劣势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这些啊就是我一般的室内外空间拍摄的装备和拍摄的方法 这样的单子呢 只要让客户满意即可 如果能提供更多 他们觉得能够增加民宿竞争力的要素 拍个两三单设备回本完全不成问题 希望呢 本期节目对于想要真正赚钱的观众有所帮助 阿布拉几手册只做失败 布下BB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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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拍过了,对吧? 窗边边拍 在这边拍摄 嘿嘿,应该好,随便拍吧 哇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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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